議員所說的這個目前我們最有壓力的 可能會有一些不穩的這些國家 是不是我們在這邊我也是請招委 接著希望也可以召開一個可能是秘密會議 那我們就整個目前外交的這個局勢跟狀況 也許可以這個在內部討論的時候 避免現在整個公開的狀況 對 來讓大家 我相信這個外交國防委員會的委員都會很想知道 我很樂意跟這個諸位委員這個分析 那如果未來這兩個禮拜沒有這個開這個秘密會議的這個機會的話 也許希望這外交部的人員有機會可以到我們辦公室這邊再來討論一下 我這個直達委員有空 我隨時願意報導 我想這個事情公開談也是不太好 不適合 那剛才也有幾位委員有提到就是說 以目前所謂踏實外交的政策到底跟舊政府不同的思維在哪裡 那這裡是不是可以請部長再稍微提一下 我想這個對於新政府來講 常叫所謂是互利互惠雙贏 另外我們對於自由民主這個價值我們的堅持 我想這個應該是一個比較特別的部分 好我想在這邊我會希望能夠收到外交部這一邊的一個報告 受到支持這些 那所以我想要透過一個這樣子表格化的分析 那比較清楚的可以知道說那為什麼現在美國跟我們的關係比較友好 但是在這邊是不是部長你可以也稍微提一下 你覺得目前美國跟我們新政府的關係特別友好的因素 是跟過去的舊政府不一樣之處在哪裡 我想 那美國政府跟我們的關係的確是非常的密切 我們之間交談的內容的深度廣度 說老實話我個人都覺得是非常的好 非常的重要 那美國為什麼願意這樣做呢 那我想要問美國人對不對 我們應該還在有一個自己的分析啦 那這樣子我們才會知道我們的這個策略上 某一塊是不是雙方共同的利益 那未來四年我們避免 國與國之間一定要有這個共同的利益作為基礎 否則的話 不能 不可能 所以我希望就是 再請這個外交部的同仁把這一塊比較完整的 因為這一次的報告只有提到現象 就他跟我們特別的好 我們備受禮遇 但是我想我們必須把背後的原因 更清楚有個脈絡性的這個瞭解 那未來我們在追蹤的時候比較有焦點 那下一個問題是我是想要請教就是說 我有看到這個報告裡面提到的這個 以互惠互利的這個方向 來去作為我們踏實外交的重點 這個可行性 我希望可以看到進一步的評估 例如說裡面有提到的是 以我們這些 包括巴拿馬巴拉圭這些友邦 作為我們進入中南美這個區域市場的一個窗口 一個入口 那我們作為這些我們友邦 在進入亞太區域市場的一個跳板 一個窗口 那我想有一個更清楚的這個分析 因為我個人認為 這個某種程度應該會有點困難 因為對邦交國來講 我們自己除了台灣以外 包括新加坡 包括菲律賓 包括泰國 都是他們的友邦 他們要進入亞太市場 是選擇台灣比較好 還是選擇新加坡比較好 他有一個比較開放性的選擇 而我們連東協目前都 這個加入的這個難度都還很高 他以我們作為跳板的可行性 跟我們要以他們為跳板 進入中南美市場的這個 互相的這個權力關係不太對等 我們是只有這些朋友 所以我們要去中南美 我們選擇其他的國家當跳板 看起來不太合理 一定是以這兩個國家 這幾個國家為主 他們來亞太他們的選擇可多了 所以我現在要說的是 我可以看到這個踏實外交的誠意 但是我也是一樣 如同剛剛前面所說的 我要看到進一步的評估 我們台灣在亞太市場 優勢劣勢 他們以我們為入口 或是說以其他的競爭者 有哪些國家可能是 他們也可能會選那些國家 這一個進一步的分析 這一塊是不是部長這邊 在責請同仁給我們一個 比較清楚的報告這樣 好的 我想就成如巴拉威總統所講的 就是說你的國家比你想像中的大 我們也不要妄之菲薄 是不是 雖然我們在東南亞的 扮演的角色有限 但是我們的台商 我們的各種的軟實力的 這個滲透跟擴展 事實上都是非常值得對方很親線的 好 我希望這一個部分 有一個更完整的這個報告 包括數字啊等等 那我們未來在評估 踏實外交的時候也比較有所本這樣子 好 那最後就是跟友邦之間 畢竟他們是友邦 是唯一二十幾個國家跟我們有邦交的 所以我相信我們對他們的期待 應該不會只是實質上面 務實的經濟交流 文化交流 所以我請部長跟我們稍微說明一下 如果比較機密的部分 你保留在我們機密的會議的時候 來談沒關係 但是我們對他們 在國際政治上的期待是什麼 如果只有實質的話 我們跟日本也是可以有實質的來往 跟美國也可以有實質的來往 但是既然是有正式的邦交 我相信除了實質經濟 文化 貿易的合作以外 有另外一個層次是國際政治上面 我們希望他們怎麼協助我們 我想最主要還是在 這個國際組織的實質參與方面 他們可以給我們這個實質的協助 就是類似是在各個這個 例如說WHA啦或聯合國的時候 替我們發聲這樣子 對對對 那這一點我想會跟過去差不多 我會滿期待新政府有新的想法 國際政治除了是在開會檯面上的機會 我相信還有很多的角力 這些角力應該是 我們會希望這些友邦協助我們 所以我可以了解現在新政府有兩難 一方面我們也面臨這一些友邦可能被挖角 但是另外一方面也希望他做的比以前還要多 那這個中間的平衡在哪裡 我為什麼希望說我們能夠有一個機密會議的時候 再來好好的談一下 因為我知道這個裡面有很多是不能曝光 也不能在媒體上面去講出去了 那這個我期待下一次我們再進一步談的機會 謝謝 謝謝 好 謝謝 謝謝 謝謝